扎克作品当中 这一道道一节节 是怎么拼接并固定在一起的呢 它利用的就是损某原理 这也可以说是扎克艺术最基本 也是最精妙的一道工序 说的通俗一些 就是将六节高亮杆轻巧地锁在一起 你锁上你摔不开 你摔一百下不来摔散的 摔坏了也摔不散 损某结构 在中国的古代建筑 乃至现代建筑中都是极其常见的 它是古代中国建筑家具 及其他器杰的主要结构方式 损某结构的原理呢 就是在两个构建上 采用凹凸部位相结合的一种连接方式 凸出部分叫损或者叫损头 凹进部分叫某或者叫损眼损槽 这样的构造 也是古代建筑历经风霜 稳稳地步道的原因 建造于辽代的硬仙木塔就是如此 硬仙木塔是我们对它的俗称 它的全名叫做佛宫寺施加塔 硬仙木塔是中国现存最高 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的建筑 它和意大利的比萨斜塔 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并称世界三大奇塔 硬仙木塔 塔高67.31米 底层直径30.27米 呈平面八角形 全塔耗材红松木料 3000立方米 重达2600多吨 听到这些数字 也许您并不以为然 而它背后所隐藏的却是八字真经 纯木结构 无丁无某 硬仙木塔 辽清宁二年建成 是由辽兴宗的萧皇后主张兴建的 作为皇家张显嘉威 并且有礼服观光和登高料笛的用处 古代 常有应战的军队从此经过 在此登顶 硬仙木塔 用来宴赏功臣 1926年 冯玉祥的军队向山西发展 遭盘踞于此的延西山的死命抵抗 冯延大战在山西爆发 在此次战争当中 硬仙木塔 共重弹200余发 惨遭重伤 1948年解放硬仙时 守成的国民党军队 以木塔作为制高点 设立了机枪阵地 此次战斗 木塔又被12发炮弹击中 至此 硬仙木塔先后几次受到重创 但是却仍然屹立不倒 这正是木塔的秘密所在了